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让我们安静来到主的面前 以下的时间一起聆听上帝的话语 今天要同你分享的主题是 行事路芒 我们先听听针言十四章七至十六节 第七节 到愚昧人面前 不见他嘴中有智慧 通达人的智慧 在乎明白几度 愚昧人的愚妄乃是诡诈 或作自贪 愚妄人犯罪以为欺洒 或作罪显制愚弄愚妄人 正值人互相喜悦 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 心里的喜乐爱人无干 奸恶人的房屋必兴祷 正值人的帐篷必兴成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 自终成为死亡之路 在喜笑中心也忧愁 快乐自极就生仇苦 心中背道的 必满得自己的结果 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而自足 愚蒙人事话都信 通达人步步谨慎 第十六节 智慧人惧怕 就远离恶事 愚妄人却狂怄自此 林迪斯法恩也称为圣岛 是英格兰的一个潮直岛 藉由一条很狹窄的道路 与这个岛相连 每一天有两个时段 海水就会淹没道路 而路旁的告示牌也提醒游客 在潮障的时候 就行经这条路是非常危险 但仍然不时有很多游客 无视警告 结果行经的车就会被海水淹没 没办法之下就坐在车顶 或者游到高处的安全小屋 等待救援 其实潮值就好像日出一样 我们是可以预测 亦都可以确定时间 而警告标志又随处可见 游客没可能看不到 不过正如一位作家所说 林迪斯法恩是行事魯莽的人 试图胜过潮障的地方 在针言十四章十六节就告诉我们 行事魯莽就是愚昧 一个魯莽冲动的人 很少会接受智慧或明智的建议 亦都会很不细心和欣勤地照顾别人 相反 智慧会让我们放慢步伐 去傾听和思考 不会因为一时冲动 或者不成熟的想法 而行差答错 智慧教导我们凡事 三思而后行 而魯莽的人就横冲直撞 不顾人际关系或者后果 甚至不顾事实真相 而精明的人却步步紧实 虽然有时我们是需要果断 或者迅速地采取行动 但是却不能行事魯莽的 当我们接受并且 进行上帝的智慧教导的时候 他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 赐下所需要的自由 各位朋友 你有没有见过 哪些行事魯莽的例子呢 而你又要怎样避免 行事魯莽冲动呢 针言十四章十六节 当代日本修订版这样说 愚人骄傲自负 行事魯莽 邀请你我们一起讨告主 亲爱的上帝啊 我经常行事魯莽 不计后果 强力赐给我智慧 成为一个明智谨慎的人 奉主命求 阿们 灵良透视 旧约针言书 旧约针言书是属于智慧文学 就好像针言书注重实用的智慧一样 新约雅各书也有类似的教导 因此有些人就认为 雅各书就是新约中最具犹太人思想的一卷书 在第三章 雅各就将世界的智慧 与从上头来的智慧作一个对比 在第十七节 这种源于上帝的智慧 先是清洁 后是和平 温良 又信 满有怜悯 多结善果 无偏见 无假无 又好像加拉太书五章 二十二至二十三节 就描述圣灵在我们生命中 作公所结的过子一样 在某一种意义上 其实雅各是描述着智慧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 所结的过子 求成灵帮助我们好好活好今天 继续靠主前行 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所共鸣 邀请你可以转载和其他人分享 又或者可以下载 灵命日良的手机应用程式 继续收听其他的熟灵材料 甚麽你都可以留言和我们分享 彼此代讨 愿上帝慈福于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